500公里的太行山把最美的一段留给了河南 一句话或者一句诗就会让我们开始某段旅程 每次有时间出去玩的时候都会优先考虑远的地方 总觉得近的地方随便抽个时间都可以去 结果就是几年下来离家最近的太行大峡谷反而没去过 这次亲戚邀约,欣然前往 太行大峡谷分为三个大的景点 桃花谷、太行天路和王向岩 我们第一站到的是桃花谷 建议大家去游山玩水 尤其是去游瀑布的景点 一定要在雨季过后前往 这样有一个好处就是你会看到更壮观的瀑布 更美丽的山水 进入桃花谷 首先冲入你眼帘的是黄龙潭 潭水清澈碧绿 溪水产产清脆 好心情从这里开始 一路上山水相伴 曲径通幽 引人入圣 有如世外桃源一般 蜿蜒曲折的小路 时而陡峭 时而平缓的台阶 随手一拍都可以当我们手机电脑的瓶子 最让人感到叹为观止的是桃花谷的水 非常的透亮清澈 好像一块块无瑕的翡翠 如果说波涛汹涌的大海 带给我们的是星潮澎湃 海阔天空 那么桃花谷的水 带给我们的就是星矿神怡 悠然自得 我不是诗人写不出李白笔下的飞流直下三千尺 我也不是作曲家 谱不出优美的梦里水乡 我们都是普普通通千千万万中的你和我 我们虽然不能像文人末刻 历史名运一样被人记住 也不能像绿水青山一样 永远屹立在这里 世界上有多少个人 就有多少种性格的人 我们做好自己就好 普普通通 平平凡凡 就像这溪水一样 看似渊源流长 其实流过渠的水 再也不会复返 当我们在追命逐利 而与我诈中迷失自我的时候 来大自然治愈一下 会豁然开朗 有时候自己安静下来的时候 脑海里会想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开心的 不开心的 时间会抹平一切东西 好的 坏的 一代人过去以后 你爱过谁 你恨过谁 你发生过一些什么事情 没有人在记得 桃花谷的镜头是九年铺 层层叠叠 跌宕起伏 站到下面 衣服一会儿就湿了 让我想起了西游记片尾曲当中 师徒四人从瀑布上经过的情景 小时候看了西游记会幼稚地想到 天上真的有神仙吗 天上一天 地下真的是一年吗 现在想想 我们每个人不都是在天上吗 地球在太空中已经飘了几十亿年了 第二站是太行天路 当你站在金钱刺激的天空悬廊上 可以俯瞰整个太行峡谷 美丽的石板岩小镇 也尽收眼底 视频远没有到现场看的波澜壮阔 气势磅礴 这就是为什么读万卷书 终不如行万里路 人类在万物中是一个特殊的存在 包括我们的兄弟姐妹 我们现在感情还比较轻 到了我们子女这一代 表哥表姐 堂哥堂弟 也还比较轻 再过两三代人 三四代人 你或许需要翻一下族谱才知道曾经我们是一家人 第三站我们到的是王向炎 王向炎相传在3300多年前 商王武丁和奴隶出身的宰相傅月都在这里居住过 所以这里称为王向炎 敲重点是宰相傅月 不是宰相傅说 一无恶月 打卡拍照是必不可少的 对孩子们而言 吃吃喝喝才是最重要的 王向炎里刺激的悬空战道 惊险的摩天筒梯 落差比较大的仰天池 都让人流连忘返 尤其是摩天筒梯 一圈一圈漫不经心的走着 不知不觉中你就到达了山顶 感叹于大自然回复神功的同时 也佩服修建者的巧夺天工 李白的医生几乎都在游山玩水 给我们留下了那么多优美的诗篇 李白的榜一大哥是不是汪伦 我不知道 但一定是祖国的大好河山 让李白停不下探索的脚步 纸上得来终绝前 觉知此事要功行 我们不应该单纯的追求物质上的满足 追求房子车子 人生在世 满打满算三万多天 每一天都活得有意义 开开心心的是最重要的 其他的都让他随时间而去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